三人怀愤 毁诸人 出家人啊 一生气啊 也是毁伴众人 上朝无恙恐夜暴 何况无戒白衣人 出家人生气 骂人都有罪 何况没有戒的白衣人 白衣人是居士啊 修行的居士 骂生免惚恶道者 事故自人不应骂 不要骂 乃至草木 砖瓦等 一点点都不能有插作 何况毁坏先进的出家人 习行离欲善罚者 就是说 习就是 在骗习 修行 离开欲望的 修善罚的人 不管在家出家都是一样的 有时候人是你们居士有心出家 生命有胖出家 那出家人呢 他本来说要清静的 纵使欲火 知烧心 这个修行人呢 出家人 祭司啊 纵使欲火 知烧心 我刚才有讲说出家人有些 他也是说 业障还很重 他还没有办法像佛那么清静啊 都是还在学习嘛 他也有 有时候做错的时候啊 他可能 他的浴火燃烧 好 起来 点污 施罗先进戒 可能犯了男女的这个境戒 男女可能有时候 要是他这方面 淫欲心很强 可能就会犯了这个先进戒 再来他这个戒能够消除啊 他说不久速能自散除 他忏悔就没了 凡路如来圣众位 会回到他原来的圣众位 就是入圣啊 如人赞迷时其道 就是这个人呢 管赞啊 迷惑了 失去了这个清静 走错路了 他有眼睛还能走回来 有没有 有目还能寻本路 他还知道回头是岸 他还能够有决性 忏悔以后再回头 比丘虽犯 世尊禁 比丘呢 出家人 虽然犯了 世尊的戒 这个禁 禁就是他规范的 戒律啊 他的戒 虽然 战犯 还能灭 他虽然犯了 可是 他还能够 灭处他的罪 如人平地 绝脚时 有足还能而肃起 好像我们走路一样 对不对 你 这只脚提起来 放下去 都还有 这个 重生的时候 再来的时候 秉修虽战皆斯罗 虽然缺恶清净 这个 戒恨 不清净 虽然这样子 可是 虽战不久还能够 能够 再回头 猶如世间 金宝器 虽破其下 一种位 这个你们听懂吗 听懂 比如说 一个精器啊 一个造型 这个造型损坏了 它还是精子啊 它也没有移开精子 对不对 它的值还是不变的 哦 那木头呢 木头 木器重染全不漏 这个木器啊 虽然 它都没有犯戒 它不漏 不可比于破宝器 它的价值 还没有办法 跟这个精器比啊 这个木头 就是 比方 什么呢 在家人啊 这个精器耶 金宝器 比方是 出家人 破戒比丘啊 虽无戒 出心 出家 功德胜 它功一个出家 它的功德 非常殊胜 出发心的时候 千百千万亿的白衣人 功德 功德 众多不吉比 功德 再大 都比不过 迫切比丘 出家弟子 能堪任 为什么呢 因为出家的弟子 能够堪任何当如来家业 对不对 能够 济如来的总性 济世 就是说 有传承啊 就是说 儿子 有儿子 有孙子 有传承 有后代 对不对 能够传如来的后代 能够传承如来的法 万德无量再俗人 就说 在家人啊 他功德再大 都不能虚于 洪圣教 没有办法 何当如来家业 因为你不是出家的弟子 不是这个 出家众 没有办法继承 如来的总性 醉下干尽 破戒身 醉下下下下的哦 半径破戒的身 供养 油祸万亿宝 供养 油能祸万亿宝 何况 新晋的比丘呢 何况 这个 新菩萨发的比丘呢 对不对 事故 四尊 战圣因 天上人中 受尊贵 事故 殷勤 劝诸人 誤悔如来 生保重 不要毁坏 如来 生保重 你说的这个不是 那个不是 对他好印象能够得度的众生啊 就不再信否了 以后啊 再跟大家讲 口业 能断正法轮 并众生 常业 常业 如饮 毒枝 我们的嘴很快 很会 扰乱正法 这个讲一下 那个讲一下 正法都没办法弘扬 那正法没办法弘扬 众生的贪嗔痴漫里 就是常业 常事 累劫 就受这个贪嗔痴漫里 好像每天在洗 饮毒啊 喝这个毒药一样 饮毒汁 这非常严重 这种 断正法轮的口业 能够下地语 用劫 不得处理 好 这在佛说 《观补邪行法经》里面讲 六根所造的恶业 你要看的 你就会 全身冒汗 所以不是开玩笑的哦 误会如来生宝众 我们都是佛的 peace 我们要依照奉行 能够让佛法兴旺 让僧众佛法三宝 能够长住时间 今生 习恶因缘故 今这一世啊 因为习恶 我们 喜欢造恶的因缘呢 当来 夜成亦毁佛 厚 这恐怖哦 这一生啊 喜欢讲三宝的坏事 喜欢 毁坏三宝 这是磨成磨子哦 对不对 这一生有这样的习惯的缘故啊 未来夜成 一样毁坏佛 一样毁坏佛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泪根 那个非常月 下月的月 我们称心 称心一起 百万帐门开 我们称心一起 就是磨的地址 能够毁坏三宝 毁坏正宝 所以 我们要好好观照我们的念头 原始深口 异业之 就是 这个因缘在 就是说 起于我们的深口异业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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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用正思维 消化我们的 写之 写之写见 当邻居啊 所以非常的严重啊 我们不断劝发行善 断恶修善 不断 各种 持戒忍辱 就是为了让山徒的众生减少 不要造山徒的因 地域 地域恶鬼复生的因 令人天 都能够 到山道来 让这些众生能够生人 生天 而且得到快乐 富贵 对不对 对 所以不断 持戒忍辱 都是成就自己的 未来的道路 我们何况要往生极乐境谱 那可以随便说说 随便想想 随便做 不要很小心做 很 连行都很谨慎 其心动念都要有 不能有害想 杀想 跟 这个 欲望想 我们要有 离开欲望的想法 不能有害想 不能有杀想 要有仁慈想 这个刚好哈尔滨没拼到 之前有没有拼到 有拼过吗 忘记了 说这个会不会打瞌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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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我们刚才讲 我们刚才讲 永患世间人天走 这严重 当过山谱 当过山谱 二道中 后面追赶 一劫 神魂无修行 一劫 不是一二三 是百千万亿 一劫 神魂无修行 啊 刚才那个 护士哥讲 他的冤心 那个什么 过路 地狱 都一过 什么道 他都去过 非常苦 苦到不行 我们不要人快乐不干 去干 告三二道 告告 到时候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法会 你有遇到高生 你说怎样抄法 抄法不出来 也太重了 若于轻重起正信 无有毁谤 民生罪 常能防护口也过 不敢如来生搞中 不要谈 谈了加减谈你就有事 你只能赞叹都不能谈 好好好很棒很棒 人家说那个怎样都不要听 哦好好好 假如假如 你可能听错了 误会了 你要那个 要相信那些毁谤的话 要把它抹掉才好 若人余生有骂罪 被余生人有骂罪 应 需自成速求善 快求善为 余生勿起交换心 好 你在生众面前 这个 不是只有面前 对于生众我们交换心 来生 来生受苦 遗当悔 未来受到苦靠 最后悔末期啊 如生撒那有功德 祈福不容于大帝 祈福不容于大帝 佛于一节说不尽 世家如来生保重 世故不应在家者 毁如打骂出家生 仲见沙门犯戒时 当宽起义 勿嫌毁 就说当我们在家居士看到 犯戒的出家人的时候 你更应该 光荣他 不要嫌弃他 不要诋毁他 毁谤他 这样 就像比方说 如露方崇彩妙花 不应栽选 孤之夜 不要挑他的不败的 这个功德真的很难算 像我们这样几场法会 救了多少众生 这功德看怎样算 算不清嘛 自人的定说法的 当然自会开的 然后救他 多无形众生 有形众生 这已经很难算了 再来 往大清境 佛法海 多有慈见经修症 其中 众有犯 威仪 白衣不应 身毁霸 所以 不要拿那个词来 量出家 是量是量 怎么不量自己呢 一下 可以出了条家 总比你强吧 是不是 这一点就好了 不要讲到他什么功德 对不对 例如 田中 新苗 降 于中 亦有 这些 比较不好的草 应可 一种 敬良田 不应 天险 生云田 为什么 会凹凹 因为我内心有恶 才会看出别人恶 但是你内心都是好的 看到别人你都会觉得好 都是我们内心啊 一种害怕 或是恐惧 或是害怕失去 或是忌妒 或是可能这个师父没有对你怎样吃 只是 没有空接见你 可能你就生气了 可能给这个人领悟 没有给你领悟 你就生气了 可能对他好一点 还来不及对你好 你就生气跑了 都没有给他对你好的机会 那怪谁 怪你没有耐性等待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反观自己的心念到底是什么 好 是以四尊至诸人 不听毁谤沙门咒 不要听 唯当尊重生敬心 同此受圣诸天霸 我们恭敬出家人 会有这个生天的这个果报 何况你有各种供应 都是功德无量 那 佛日 灭末 虽久远 佛日就是佛运 这 末法 我们佛在的时候是正法 阿佛 灭盘以后了 像法 现在是末法 虽然还 还 还 一段时间 还久远 不过这个 增宝 延灰 传法灯 像我们同法一生 在三界火宅里面 在三界火宅里面 大家的烦恼 的这一大火 旺盛的不得了 武力之胜 对不对 色奏想行事 我执我见我慢 我邪之邪见 非常地旺盛 这个法法呢 这个法法呢 能够 传法灯 犹如龙王降干予 大地萌芽 虎辖论 令这个三界火宅 火焰化鸿 大地变成吉祥宝地 大地万物 能够萌芽 认则万物 大地一切众生 和和生保 亦如是 所以 这个和和生保 不能对你们说的 我们也希望 我们来大部 这里的 我们大部的 法师 声众都能够和和 没有学佛 才跟什么政治 我们有学佛 根本不谈政治 何必跟台湾 大陆 哪里呢 都是一家人嘛 不是佛的弟子 希望 也不要 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出家的时候 是有讲的 要有切结束说 你不谈论政治的 这是很大的一个戒条 怎么可以 我们不谈政治的 是有一些人没有学佛 我不了解佛的精神 否则一切众生 都是一家人 哪会画那个小格子 台湾大部 新加坡什么 都是一切都是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家人 对不对 所以希望呢 我来这里 可是我这样想 别人不知道 你要这样想 所以我们来很辛苦 他会把你当成敌人 有分彼此 所以我也很难当 满行能行 不知道怎样才行 怎样才行 现在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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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行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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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语如来 妙法语 这个语就像法语一样 和滋润枯淺的诸群声 我们说一切众生的内心 都很脆弱 都很渴望 别人对他慈悲 解救他的烦恼 就像在汗 干汗里面 得不到滋润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大非作语 就来滋润大家咯 你们的烦恼 就是业障 大非作语 除了滋润大家 的这个法身 这个法来救大家的会议 我们功德三 就是给众生 法身 会议重生的一个法能 掌养善牙功德种 掌养我们善根 这个佛法可以掌养我们善根 我们听法以后就不会无名 就懂得断恶修善 慈悲 又有智慧 慢慢 大家的齿就越来越好 不会越直 上根立慢慢越来过 本来顿顿的高 越磨越立 越磨越立 一直磨下去就会立根 不要顿根 不要生锈了 你多结宗树 直田 你过去结宗啊 直是良田 得为如来地子众 你看哦 这两句都说 出家人都是过去结宗啊 广直良田啊 不是不小心可以出家的耶 他出家真的很难耶 很多障碍 有些人收工要梯渡 旁边都准备棺木 梯渡有他变清灾 或什么现夜他就死了 等待封死了 真的 有的都起狂乱 变清灾土来骚扰他 不让他出家 有的嘉心眷主就扒着他 活人说 你目前出家啊 你还有一些例子就是 遇到我以后 是观念什么改变很大哦 哇 他家的人很紧张 都障碍他 不让他来听吧 怕他停了以后不要他们了 怕他停了以后哦 就出家去了 他说奇怪 所以我去四趟名山逃圣 去哪里他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我遇到你以后 他们都好紧张 都害怕我出家去了 有一个悲心啊 他连去温村哦 你们走以后 那些市长什么官员 每个人都来一起吃饭 然后他说 大家还要再来参加二十一天呢 大家还要再来参加二十一天呢 大悲希望在长春赛德 我们那个 那个 王会长那里 他邀请大家来 然后他问说 那你真的还能去吗 你那个掏根 那个 有派的法 让你去吗 他说有 我肯定去 然后他们说 哎 你不要跑那么快好不好 你这样 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都不要 先生都不要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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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骂他 我说你放心 我帮你看着 我不会拉他出家 你们安心吧 朋友就会很想 很怕司机他 很怕说 你以后就不再理我了 因为他跟他们讲 他说师父我好想哦 你知道呢 有时候跟你去哪里有洪法 我可以照顾你 他真的很细心啊 我说好啊好 那 因为我还要到选手去 很多人 选手他没 没钱买机票 我也没办法帮他付 我付的人就有困难了 你刚好有经纪 你不做 有心 那不然你跟我到选手去 然后他说好 然后就跟他的朋友讲 我跟你讲 以后我比较 不常见到你们了 我要跟师父去选手 我跑 哦 他们的朋友都很紧张 都骂了他 你疯了 你怎样啊 你学活 你家庭就不要了 你怎么 所以不用 不要想太快 天 验边的人就把你抓住 不让你跑了 你可以逃很快 可是等到你到国外再打电话 我在国外了 他这样就不会障碍你了 现在有人要跟我去全球吗 有 有 激跳自卫 哦 不过 我不是要吃给我觉得大怎么�� Wrestle才有办法 我也希望 希望有一天是这样子的 那王会长支付机票 肯定有条件跟王会长 王会长财力这么大 不是啊 我不是叫他赴赢的机票 我说他赴他个人的 你们就赶快变身如通 不用买机票跟我去 好 那你们就画画看了 我还画不出来 我要能够画出来 就叫一个在这里拜 我就不用拜到满身搭 拜到快要昏倒了 还要拜 刚才讲到 说出家 出家能够出的城都是多洁 过去中已经种了很多的福田 才能成为如来的弟子中 处在贤圣法海中 因妙解脱干入味 我们说佛法 法味 佛法非常殊胜 透过文字 透过我们的证物 然后能够调解 令我们的烦恼 去除 身心自在解脱 要是没有听法 就是执着我们的想法 我们看到的 都回到自己的领域里面 继续烦恼 对不对 可是听法你要知道 你来听点以后 要用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烦恼起来的时候 你要怎样去调这个心解 打开这个心解 把它打开 佛法是一把钥匙 都打开你的心解 打开你烦恼的解 卑一在吗 卑一 这外面听得到吗 听得到 这个叫卑一啊 一二三的一 一门深入 一心不乱的一啊 它叫那个 它是九台的 八星菩萨 它有一天 我刚好弘化到九台 然后 那时候我们还不太认识 那因为有那个 有这个徐贵云 的介绍引荐 让我们认识 还有这个汤菩萨 就他九台人 汤菩萨 他会长九台人 都很热忱 想要让大家 让师父的法源都更广一点 然后让他也得到地义 就穿真引线让我们认识 然后他就很发现 就供灾 然后我们就供灾 他供好几次啊 这有一天 那是冬天 他的外套都打不开 他说他的媳妇啊 谁都打不开 他自己也都打不开 差一点点就开 他就不开 扯不开 那这个汤菩萨 他会想说 来 你是这样子啊 你来坐师父旁边 他就不好意思 因为他很低调 后来他就来坐旁边 不然他会把他开 开开也打不开 我就回头 我就说 当你的心门打开 愿意让我走进你的心 我说当你的心打开啊 愿意让我走进你的心 你这个就会开 我讲完 说 开了 而且那个不是我的手 别人 你开了嘛 他会长得突然就开了 所以我是你们开心的钥匙 对不对 对 撞起来 是吗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佛法呢 是我们 能够滋润 能够如同一妙解脱的甘味 做法味 这个佛法能够令我们解脱 身心自在 清凉 得到清净解脱 才不会那么烦恼 那么这个爱 不会那么烦恼恼 比较能够知道一切缘起 信空 不会那么执着了 不会那么分别心了 不会那么爱生气了 知道生气 基督都是火烧功德营 我们时常不断从零开始 就是对我们的身份 所烧尽我们的功德 而且啊 我们一念 撑心起 百万战门开 障碍尊 崩崩崩 传持四尊末代教 流化十方 诸国土 利益一切 诸众生 令佛法伦 恒不觉 这是说我们传承啊 佛的教会 流化十方 诸国土 一切众生 令佛的这个法伦 永远不觉 永远不觉 把文长传 佛法 久后 灭末时 再来讲哦 以后会变成怎样 佛法以后啊 末法以后 灭的时候呢 截然金色 毁成聚 所有佛事 金色 毁成聚 变成 微博啊 聚成堆啊 堪塔 真相 变荒凉 这变起来 我们的心酸 对不对 以后会变成这样 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机会 不然未来啊 蓬佛 恩 见不到佛 听不到法 也看不见法师 看不到佛家座 所以你们看三法 多看一点 色欲供养 难可得 你以后想要供养 你都没人供养了 没见到人啊 看不到啊 你要去哪里供养 思念都没了 佛像也没了 哪有佛家众 通通没了 所以 现在啊 我们看得到 听得到 听得到法 看得到佛像 看得到法师 是给大家的良田啊 供养的良田 壁画身形不可见 以后连壁画 佛家人的样情都看不到 何况得文于正法 连听到正法都听不到 人生难得 生人中 这事我们今天已经遇到了 弗法难逢经理欲 如何于庙 良福田 不种当来的功德种呢 为什么你不在福田里面 种未来的功德种呢 不种福田呢 这是个人的愚痴之主 不知道 不共养是他自己吃亏啊 验天 这是不共养 他自己 未来就 福报 哎 少啊 明路 闲远不可达 黑暗的路啊 明路 就是说 我们的共养 是给我们未来 闲路当资粮 未来我们去不好的路 能够成鬼资粮 能够保送 我们出疑苦海 当伴资粮 被显所 我们应该 把这个资粮备好 我刚才讲的都刚好在后面 善福田中 不种植 当来显到吧 资粮 就是你们各种 这个共养 都是你们 储存自己的 资粮福德 师父 诸人应善师 闻经 声中 应会诗 闻 闻这个 经啊 对于声中 应该 要会会诗 会供养 一经 我略 战身薄 功德 无量 偏虚空 为师 一切 都 全身 便 共 刚来 执 明乐 我希望 未来 你乐佛来的时候 大家能够 生在佛前 好 这个可以结缘 好 你 这食堂 你可以拿来 看一看 或是 给你的朋友 看 家人 看都可以 好 都明白了 所以 不管你有没有供养 就是不能造恶 不要讲 出家 深重的过恶 免过地狱之苦 好